自从张九南来到八队之后整活不断 每一次的演出都给大家带来许多惊喜 4月15日张九南带着八队的师兄弟们返场 虽然不是队长 但张九南却干着队长的活 让观众们能更多的了解到演员们的才艺 估计如果没有张九南 大家也不会想到原来德云社还有唱歌这么难听的 这个退票的大哥也一定是真心的 看到张九南如此卖力的憋笑 不知道张九南有没有后叫他上来了 任谁也想不到 作为汪汪队的头号小弟 二百八十斤的胖子也能如此的可爱 想必张九南也没有想到 你来 我来到八队之后我跟他玩历一天 我就再也不想那么回六队了 看到仁浩如此可爱 怪不得张九南不想回六队了呢 挺得过去出头挺不过去出局 在如今看来张九南已经成功的挺过去了 不但挺过去了 还为八队带来了更好的票房和更多的观众 让更多的观众认识八队演员 特别是汪汪队的成员 让观众们对八队有了更深的了解 我能给你们各种诗 汪汪队长开会 全体集合战队 打狗方法一使出 马上全都后退 除此之外 在台下张九南还带着师兄弟们一起拍视频整活 虽然是在恶搞师弟 但大家都知道这是为师弟们提高热度 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 虽然是停演了八个月 但在如今看来 张九南还是十队队长的最有希望的人员 我去年是我最好的一个实现座 最大的十队队长的竞争力 他现在一年长 人家现在开始 人家现在出了 如今的张九南 不但想成为十队队长 就连六队和八队的队长也要当 昨天六队十队长控制 昨天八队跟四队队长 不知道是不是张九南忘记了八队队长的威慑力 在张云雷面前连罐口都背不下去了 虽然在张云雷面前还是非常的怂 但不得不说 张九南确实是十队队长最有竞争力的选手 刚刚加入八队没有几个月的时间 不但保证了八队巡演的票房 还能让许多观众了解到了八队更多的成员 确实非常的优秀 如今德云社已经有两个分社正在建立 十队队长的上任也指日可待 希望张九南能够继续努力 早日成为十队队长